观众朋友们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有6.12左右 贬值至6.95 贬值率大约14%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形势令人堪忧 加之央行对企业和个人外汇流通的限制更加速了国内资本的外逃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却由6.95左右突然反弹至6.49 升值了5%以上 特别是今年5月中旬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预期 一夜之间被升值的预期所取代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原因是什么 未来人民币汇率又将走向何方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美元走弱 二是中国的央行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的定价机制发生了变化 第三是今年4月份 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 在美国的马拉阿哥庄园会谈期间 就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达成了约定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谈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所以我们不分析美联储加息 对美元汇率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明先生认为 今年5月中国的央行 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的定价机制中 加入了第三个模块 我们称之为历周期调节因子 之前央行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的定价 主要参考两个因子 一是前一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收盘价 二是为了维持人民币 在过去24小时内 对一揽子货币汇率不变 而需要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应变动 简而言之呢 根据央行的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机制 当美元升值时 要维持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不变 就需要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再加上参考前日一日 收盘价也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因此 在这种双英子定价模式下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迅速的贬值 反之呢 当美元自身走落时 要维持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汇率的不变 人民币对美元就要升值 但参考前一日收盘价就意味着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两个因素深贬值压力大致对冲 最终的结果是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大致维持稳定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非对称性贬值的格局 一旦美元走强 则人民币对拦止汇率走平 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 而一旦美元走弱 则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平 但人民币对拦止汇率贬值 为了改变这种机制上的缺陷 中国的央行在今年的五月份宣布 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的定价机制中 引入第三个因子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历周期调节因子 引入这个因子的目的 恰恰是为了直接对冲 参考前一日收盘价 所面临的国内外汇市场 供求层面的持续贬值的压力 今年人民币的涨幅据调查 有80%以上发生在历周期因子引入之后 这就是人民币快速升值的主要原因 当然除了历周期因子这个因素以外 我们还应该看到政治因素 这只无形的手对汇率的影响 那就是十九大临近 中共领导层希望人民币保持稳定 以抵御金融风险 支持国内经济并避免国际贸易摩擦 博文社在今年的四月份 就曾经披露过 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 在马拉格庄园会谈的内容 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00天内 升值至1美元对6.4人民币 现在看来应该说这个消息基本得到印证 这个呢我觉得也有待证实 这个传闻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性 这个内幕消息是怎么得到的 我们还有一点怀疑 但是呢如果要真的向传闻所证实 最后能够被证实的话 那么就是1比6.4这样一个汇率 是双方借大欢喜的一个汇率 对吧而且我们过去多年来 人民币升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都维持在这个附近的这个上下左右 对吧最高的时候曾经到6.08 然后低点的时候就接近7% 就1比7对吧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 如果能到6.4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区段或者位段 那么我们想到这一点就是说 到底是美国希望人民币贬值 还是希望人民币升值 那么一个基本的问题 大家知道这个币值呢 跟这个贸易有关系 当然一个国家 特别是像中美贸易 大家知道就是中国长期处于顺差 而且这个顺差的这个幅度相当大 去年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 所以美国总统对中国施加压力 是希望大幅度的减小这个顺差 那么最好是让顺差消失 怎么能够做到呢 如果讲让人民币继续贬值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就越来越便宜 那就越来越发刺激消费者 购买中国商品 那么中国商品在美国 事实上就产生了一种 倾销的功能 能占据各大市场 那么假如说人民币迅速的升值 那就表现为这个商品的价格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显著提高 那么消费者 尤其是中低收入层的消费者会感到经济压力特别大 日常的生活水平 或者像消费的这个范围受到了影响和限制 所以当然是希望折中一点 既不要贬值幅度太大 也不要升值幅度太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川普现在做出了跟他竞选和上任之后一段时间里边 经常提及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就是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他现在为什么改变了初衷呢 原因是在于他了解到中国政府最近所采取的很多的措施 不是在鼓励人民币贬值 而是在阻止人民币继续贬值 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 人民币会继续升值吗 人民币汇率又将走向何方 人民币的升值啊 给中国的制造商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为它导致中国贸易的出口啊更加的艰难 其次央行对出境资金的严格管控 虽然这些措施啊 遏制了资本的外流 但也移制了海外市场对中国资产的需求 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七月份商品出口同比的增幅啊 从前一个月的11.3%降至7.2%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今年呢 七月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幅 从六月份的19.72%降至8.5% 对欧盟的出口同比增幅 从15.08%降至9.50% 我们要说历周期因子啊 固然可以影响人民币的定价机制 但它呢只是一个调节的工具 而真正决定汇率的是外汇的供求 其中国际收支的状况是最重要的因素 而其他非经济的因素啊 也不容忽视 重要的因素大概有这么六点 第一呢是国际收支 也就是当收大于支时 就会出现国际的顺差 表明别国对顺差国货币需求的增多 该国的货币求大于供 汇率就会上升 反之呢发生利差 该国货币供大于求 汇率就会下降 第二呢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最终必然导致货币 对外变质 引起汇率的波动 第三点呢是利率 各国利率水平的高低差异啊 可直接影响国际间 胆期资本的流动 对汇率的变动 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第四呢是市场预期心理 由于人们对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收支状况 通货膨胀 利率前景的看好 就会引起该国货币 大量被买进 造成汇率上升 反之呢汇率就会下跌 第五点是 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特别是财政金融政策 对汇率的影响很大 第六点呢 就是货币当局的干预 当今呢 中国面临的挑战的越来越多 从债务规模的膨胀 到持续性工业产能的过剩 再到房地产市场的失衡 也意味着 人民币继续升值 缺乏基本面因素的支持 一句话 中国的经济问题 仍然存在 仍然在继续恶化 我相信十九大后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就将会回落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关于 人民币汇率的分析 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好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 回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